拿球一步隔人爆口,合理冲撞去外一步起飞,直接虐框,排球大帽,定板帽,直接摁帽,面对对方阵中的五星高中生克里斯·华盛顿,环思南毫不手软,拿下赛季新高15分,同时送出四个盖帽。 别怪黑子们觉得环思南改了年龄,就这场暴虐的球风矫健的身姿,面对美国高中联赛那些弹簧人还有略胜一筹的身体素质,真让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 环思南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没少,07年出生的他现在已经213公分了,获得蔡崇信奖学金的他,高一就在美国打破了孝史的该猫记录, 场均4.7个分盖不仅得益于他接近230公分的臂长,更和他出色的运动能力分不开。 在静态天赋,接近内线球员完美体态的情况下,还拥有极佳的弹跳速度脚步移动,和常见的大个子核心力量不足造成的手脚步协调不同,环思南的协调性更出色。 作为内线球员,更难能可归的是他有极佳的防守秀爵,这和后卫的出球选择一样不可多得。 教练用出色的盖帽手来作为他的标签,可见环思南在防守上的威射力。 如果把05年出生的杨汉森比作沉稳扎实的具象,那么身高相仿,B站甚至还要超过小杨的环思南,就如同一只敏捷的猎豹,快狠,凶残。 拿到球只要为着合适就想扣篮,体现出他的侵略性,追冒补防,更能体现他的防守态度。 想象一下杨汉森和环思南搭造的内线组合,高大的尺寸出色的攻防,几乎就是放大版的04年活载队华莱士组合。 更让人期待的是他们还年轻,如果杨汉森能够通过苦练加快速率,如果环思南能够把中远头稳定下来, 那么一名低位进攻家,面框侧硬型中轴,加上一个跑跳型空间四号位,都有着高大的身材,一定能给更多人惊喜。 最后别再看年轻的孩子打得好,就质疑年龄了,起码这群孩子没有,我们还是该怀着期许, 看着他们成长,这一批U19的小将们真的值得期待。